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已经到百色了 就是广西百色境内 现在在这个百色的通名大峡谷 据说沿着条峡谷整个徒步穿越完 需要两个多小时 然后我现在刚进来 觉得这个里边有点冷 真的是植物很茂盛很茂盛 但是如果大家来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穿厚点衣服 可能我估计到往深处走 可能会更冷一点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看 看什么样子吧 哈喽各位 在这看到了很多神奇的东西 刚才有介绍那个梭罗树 其实那个还蛮常见的 但是我刚才 这个当地人给我看了一种 这种叶子 你们看到了吗 像葡萄 像佛祖袈裟一样的这个花 这个叫无忧花树 哈喽各位 我后边这个就是通灵大峡谷里边最著名的这个景点通灵瀑布 据说这个瀑布是亚洲第二大单体落差最大的瀑布 直线落差有188.6米 真的很壮观啊 我到前面给大家拍一下 哈喽各位 你们有没有看到镜头上有乌乌的东西 这儿全是水 我已经冒着器材被临时损坏的危险给你骂 还这么不不看见瀑布了 我说我不想了 我要进去把水电洞里边了 哈喽各位 我刚才从那个瀑布出来以后已经很快回返了 再返回路上 说实话 这个和我想象中没有想象中那么累 因为想象中说要可能要走三个小时这种峡谷地区 我觉得应该会很难走 身体会很不适应 没想到在这里就感觉身体会很舒服 也不会感到热 也不会感到渴 我觉得主要因为它这儿费羊羹含量特别高 绿色植物特别多 所以人没有缺羊的感觉 而且它这儿的基础设施也蛮好 都是楼梯没有那种土路 都没有一些比较不太好走的路 而且比较潮湿比较湿润 整体感觉人很舒适的感觉走出来 所以如果你们要来到百色地区 我还是建议过来玩一下 还真是还不错 那我们现在要出去了 去可能去下一个 哈喽各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让子弹飞 里边那个地儿叫鹅城 我今天来这个地儿叫鹅犬 据说它是一个五十米五十亩 地大的一颗全眼 检测非常好看 那更多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去看一看吧 哈喽各位 想必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 这就是巨拳鹅犬 它的那个首先面积很大 其次这个水非常 颜色非常好看 墨绿色和深蓝色 我想今天可能天气不太好 如果有阳光的话 可能会更好看 它整体和张家界的 那个水的颜色非常像 我觉得非常适合过来 旅旅游 拍拍照 甚至你坐在这儿 一下午喝喝茶也OK 而且游客真的不是很多 现在好像一天五点多了 有点饿了 准备吃饭去了 拜拜 哈喽各位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这个那坡县 一大早过来 大概两个小时时间吧 现在在它这个 广西边疆民族博物馆 去看一看 它里边这个那坡县的历史 然后等一会儿 可能会去它这个黑衣状社 去看一看 整体的状况怎么样 OK走吧 哈喽各位 我后边 这些传统的状物 不是就是黑衣状 蓝衣状 还有这个大新壮族的 民族博物饰 很有意思 有些就很有设计感 色彩艳丽 然后有些就是很低调 就像现在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 国际大设计师设计的那种风格一样 漂亮 哈喽各位 现在已经下雨了 大家看到我换了它帽子 然后我们刚开车 一直沿这个盘山公路 走得特别特别远 现在到它这个山顶上 到了这个很有名气的黑衣状 为什么是黑衣状呢 因为据我了解这个状族 它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分支 像这个黑衣状这个分支 就是它最珍贵 最秀珍也是最小 规模最小的一个分支 它这个衣服就是以这种黑色为主 黑衣状也可以被称为说是中国历史的活化石 中国的活化石 也就是因为它们古老 它们有底蕴 有独特的自己的文化 大家可以看 正在唱歌 然后有蓝门酒之类的 和云南有点像那种 但是有它们自己多有的特色 那我们去看一下吧 蓝门酒 来的吧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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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和他们也有小孩子有沟通 他们这里很重视教育 小孩年年大都会送到县城去上学 这边我觉得做的非常非常好 哈喽各位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百色市德宝县的吉星岩 据说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龙洞 有好几个大洞组成 更是灯光与石头的碰撞 据说特别特别的美 具体我也不知道什么 我去过的龙洞还挺多的 不知道它会有哪些独到之处 所以我们先看看再说 我们刚才从这个吉星里面这个岩洞里面进来了 虽然它的口很小很小 大概只能同时行走两个人再上一个楼梯 但进来以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厅真的太大了 我去过很多溶洞 很难见到一进来这么大溶洞 洞听了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太壮观了 那我往前走 好像第一个亭已经逛完了 好 哈喽各位 它这个溶洞有五个洞组成 我现在在第四个大洞 第四个大洞应该也是它整个这个吉星岩里边 应该是洞的面积最大 整个的最宽广的一个洞 刚进洞口就看到这个 太壮观了吧 梯田呀 我第一次见溶洞梯田 有看到吗 从这 这么大面积的梯田 壮足梯田 与溶洞形式 而且还在流水 这种壮观的场景 我 牛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